好 當然要注意到 因為禮拜三禮拜四 明天除了台積結論之外 9月份的FED利率會議 明後天召開 這一次當然應該不會有加息的動作 可是這一次最關鍵 就是要公布QE要結束了 而且要收回了 從2008年底到2009年第一季 美國掌上史上人類 最大的一個央行印鈔動作 到明天後天正式結束 從2008年到今年的時間 所以QE結束的規模跟節奏 將是明後天FED 一個非常關鍵的重點 更重要的是 美國也要四五日 就在這週末 所以最近美國股市也在做軋空 所以在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之後 第一個FED的利率政策 這是一個時代的轉折 長達9年的QE結束 另外一個是在於 美國四五日之後 大幅拉高之後 後面的變化是再軋空 再做多 還是出現一個修正 我們現在要觀察 從蘋概股做漲務 因為全球市值最大的蘋果股價 最近做拉回 我們剛剛前段特別提到 所以假如蘋概股 蘋果 假如按照過去的經驗 我們之前做過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7 發表會附近見高 見高點 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像 越來越像 所以假如按照線性的邏輯 就是iPhone 5也是這樣 iPhone 6也是這樣 iPhone 7 iPhone 8的推出 理論上應該就見高點了 而且它這一次推出 iPhone 8跟iPhone 10 一次推出兩個型號 三種手機 那是不是高點更確認呢 現在從蘋果股價看起來 就味道很重很重 所以從蘋果我們來看 紅海的全震 今天第一根怎麼做操作 對 我們看剛剛世光提到 整個紅海 跟著其實蘋果有點像 那今天的話 蘋果還沒做頭的時候 紅海已經領先做頭 我們來看下一頁 其實在這個9月底 應該說9月8號 那天記得很清楚 我們提醒大家說 它每次就是先漲後跌的節奏 就是發表會之前先漲 漲了一波 然後後來就會拉回來 那時候我們提醒大家說 其實全震都在架平附近 認受的 認受全震 就是你在之前6月份 有可能看到外資喊紅海 200塊報告 當時買的 祝你賺錢 108塊 剛剛我們問坦克也說 108塊附近 假如你速度快 買到108、110左右 漲到120 到底會不會到200塊 不知道 但至少買點全震做避險 那假如你買全震避險 今天已經快回到108了 所以事實上 至少全震是有獲利空間 這種全震 從我們那天跟大家報告之後 其實我們看第一名的 第一名是什麼 趙鋒72 其實就是這一檔 短短的時間之內 你看0.63到0.93 我們不要算多 就是一來一回的過程 50% 其實也有快有50% 另外像量最大的 這個統一71 壽05 你會發現也是一樣 0.52到0.72 觀眾朋友說 只要這個全震避全震都6 有一個P的就是put P就是這個認售 那反正有P的 P就是我看空他 他的都是P 其實很簡單 我是這樣好記 所以觀眾朋友P什麼意思 P就是認售意思 但是你說 反正因為我看衰一家公司 或要避險 他都是P 所以他會加一個P 就是認售 所以只要加一個P的 就是看空他的意思 觀眾朋友這樣就記住 所以看到全震 這6匯出代碼 出現P的 他就是看空的全震 就是越疊對你越有利 對 就是簡單一點 所以 不要忘記 鴻海出貨可能會有空窗期 9月1週跳不起來 但是我們賺錢 不能有空窗期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一來一回 用認售 其實可以幫你把 蘋海的空窗期 所以那天量最大跟天量最大 官媒我們最簡單的 我們先不講什麼引波 槓桿率等等 光是找量最大 因為我們常常跟官媒講 提到很多人不懂權政 那怎麼挑 因為鴻海權政 大概上百檔 那認售的一堆 那怎麼挑 官媒已經很複雜 直接挑量大的 對一般人來講最安全 所以我們常常講一個邏輯 你今天去個市場 有三家歐巴米索 聽說都火紅 可是我不知道哪一家 人最多的 至少不會最難吃 通常是這樣 人少的可能最好 但不知道 你不知道哪一家 排一個人多的最安全 所以官媒你在對於權政不了解的時候 你就挑一個成交量最大的 理論上 99%機率是相對於大量成交 而且今天不要忘記 鴻海是第一根刷下來 所以其實這裡的話 如果你手上有一些鴻海的股票 你真的捨不得 你說9月10月只是短期因素而已 後面還會漲上去 那你可以用一點權政的方式 來幫你的風險降低 也是可以這邊考量 那你來看空的話 就完全是更好 因為第一個 他可能到200 然後麥格里說200 就200 所以有可能你去放空他的話 保證用高 要10萬 假如你真的看衰iPhone8 你就直接買權政 首先沒有沒關係 你只要你看衰iPhone8 或你有其他的瓶蓋股 你可以放空鴻海的權政 來做 等於這個 買認售權政 這樣的方式來做資產的配置 買就好 放空可以用買的 買認售 買這個P 就達到放空的邏輯 然後可以做cover 沒錯 所以這個鴻海的話 是今天第一關鍵 因為真的破線那根黑棒 很醜很醜 接下來你發現 其實我們事關美智 最喜歡講資本支出 就是郁金光 我們來看下一頁 其實郁金光今天有一個 很特別的特色 郁金光的認售的 價內價外 出現了二字頭 什麼叫二字頭 就是我們先前跟大家說 就是原本只有三字頭 四字頭 五字頭 會長 就是說都是深度價外 然後現在的話 今天終於出現 因為今天郁金光 然後跌停之後 快要四字頭不保 他已經來到了 二字頭的價外 我們昨天講就買樂透 因為之前二字頭 官媒就一碼都沒開出 一號碼都開出 七字頭是沒開 就是遠度價外的話 七字頭也沒開出 可是隨著郁金光的下跌 這個樂透現在有 一個號碼開出來了 兩個號碼正在運量 等到三個號碼 四個號碼出來的時候 大樂透就要出來了 對 其實後面你會發現 一來一回的過程 像有一檔 我們記得很清楚 像這一檔 04740P 對 也是之前 我們當時跟大家提到的 對 那個時候多少錢 0.42 現在呢 0.85 但重點是什麼 他還是價外 他只是有二字頭而已 二字頭的過程 就是價外29% 對 價外29% 對 價外29% 其實還遠 現在400多 所以通常我們全都沒有報到底的 說真的 你也不可能窮控莫追 可是事實上這過程當中 很過癮 你看這幾天就是 就是考驗大家的這個心態跟機會 對 像昨天嘛 昨天就是反彈 其實反彈的過程 我們跟大家提到過 他只是把頭部做一個警線式的測試 對 那這裡其實我跟大家提醒就是說 二字頭的話 其實機率就會變大了 那這邊的話 現在變大 對 現在變大 從極不可能到 相對有可能 相對有可能 對 在這個邏輯裡面 其實玉京廣認受權證 如果大家覺得 真的還有往下的空間的話 我們覺得還可以做關注 因為這邊其實 二字頭的話 其實就有一點 一拚的味道在 因為其實玉京廣股心真的很活潑 但我們是從基本面 現金流量 看他資本支出的問題 來對照公司派講良率的問題 因為你良率好 我不否認 可是你沒資本支出 沒有意義 可是雖然股心很活潑 所以有時候 你去放空它 其實有很大的風險 沒錯 所以透過一些高槓桿的權證放空它 沒有 玉京廣長長年紀 不要老闆不要罵我 你也可能到4千塊 那也可能回到20塊 這不知道 可是你保證金很貴 玉京廣400塊 你保證金至少還要預繳 好像前一陣子還要預繳 可能被嘎爆得慘了 對 三十幾萬 可是你這個一張不斷一塊錢 全正銀行大分 最貴的 我們看這個畫面 因為今天量多的 這一陣時候 最貴的也不過就是1.21 1.21 1千2百塊一張 一張幾千2百塊 然後便宜的有400多塊 對 可是我們還是要用履月價 跟價內價外來評估一下 因為這裡的話 我只要提醒說 人家從價外的七八十% 變成二十幾% 股價已經漲了 因為全證價格已經漲了一倍多 對 所以這部分可以做觀察 另外的話 其實還有兩檔 我們剛剛在第一段也有提到的 我們往下看是在合作的部分 其實合作這一次就是 偽創 先講偽創好了 一樣 好 我們來看 合作先 因為合作 這合作邏輯是正 因為今天還是探底的過程 探底 剛剛世光提的一句話非常好 窮掘莫追 窮掘莫追 但今天你會發現 這些其實還有一點空間在 我們可以觀察 只是說缺點是在於 剩餘日並沒有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 像這個是 剩餘日要小心 觀眾朋友 這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雖然在等樂透開講 可是開完了 觀眾朋友的意思嗎 剩餘天數 像這個已經到70天以下 其實已經到了minima 就是我們其實這種 一般我們會選百天以上的 比較安全 百天以上開 到了八九十天 你就要稍微注意到風險 像這種漲跌幅大 因為他快要 時間要到齊了 觀眾朋友很重要 就是你買一張樂透 這一期 就是九點以前會開完 九點以前開完 因為我們電視台 就是在開獎 所以你不能一直抱 觀眾朋友能夠突出感動 所以有時候這種天數很小 他的槓桿很大 風險更大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通常 不要去擔這種時間風險 通常會去做這種的 剩餘天數比較少的操作 就是在拚未來三天到五天 未來三天到五天 會幾漲還是幾點 如果橫盤 基本上你就雞雞了 那個拚了有點大 對 所以說這裡的話 其實我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核碩它是走弱的格局 你可以用認售 但是不一定要在 它大跌的時候出手 你可以趁它反彈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 還有一點空間 對 因為像這個還有一百多天的 後面兩黨 像群毅七三 還有像是凱基七三 而且他們是幾乎價平 對 價平 天數又長 天數又長 假如核碩從85塊 修正到70塊 七字頭的話 就變成價內了 所以可以觀察一下 就是整個合作的部分 剛剛提到的偽創也是一樣 因為偽創這一次就是 字節八月真的不好看 八月只有賺0.04元 不多 你會發現其實一來一回的過程 像這個還在價外 還有一百多天 這個群毅也是 很巧合群毅發行 這個04645批 這種部分其實也可以趁著 偽創反彈的時候 再做個關注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看到一些 平蓋股的認售權證 都是大漲的 對 都是大漲 認售權證大漲 沒有搞錯 我買一個東西就是它大漲 因為現貨跌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因為相對來講 像你看偽創偽利 因為偽創的 它的資金比率比較高 大概三張換一張 原來股價比較低一些 股價低一些 它換股比率也比較高 資金比也比較高 所以它的權證稍貴一點點 可是再貴也不夠 就是1680塊 像今天坦克也提到的 像這個群毅發行的 04645批 基本上其實也不太貴 所以相對於假如你要做多或做空 其實因為最近行情在修正 又在相對高檔 所以我們比較多的認售權證 其實相對認購權證 我們可能明天繼續提到 就是說大盤還拉回了 建議官方你要盡得停利跟停損 可是對於怕看錯怎麼辦 因為行情每天都在變 是不是這時候可以把手上的 現股降一點 然後一部分的現金拿來 用權證來做交換 對 就是買一點認購權證 賭反彈也可以 所以這個權證槓桿很高 所以官方你的資金比率要控制好 不要把身家來完全證 有時候是把部分的 就是拿5% 10%的資金 對 如果你要全部拼的話 你就要非常注意風險 非常非常 就是不建議 就不要幹這個事情 對 最好是不要 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看 所以從今天我們看到 整個瓶蓋股的轉落 當然我們就要觀察了 這下半週的行情 第一個 蘋果iPhone 8即將正式交貨 就在這個週末 到底這個交貨的狀況好不好 那線上的一個跟線下的銷售 會表現如何 可能攸關整個蘋果股價 而蘋果股價 會不會又影響到台灣瓶蓋股價 從今天看起來 似乎這個連動性 感覺越來越明顯 所以官方可能要注意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會從一些 衍生性商品的角度 來給官方做一些機會 有積極的攻擊性的一個可能性 也有消極避險的機會 可是官方還是要特別來做掌握留意 所以最後10秒鐘 我請教譚哥也 讀一下蘋果吧 這禮拜你覺得會不會有機會反彈 我覺得破獻機率比較大一點 破獻機率大一點 好 我們看破獻機率 先從形態之後觀察 好 非常感謝觀眾朋友今天的收看 那還是聽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全正式高槓桿的投資商品 有機會在短時間得到提高報酬 但也有可能蒙受全體的損失 所以購買前請先了解相關的風險 而且享樂各券商發行全正的公開說明書 進行操作順利 更多的財經資訊請鎖定 我們的東森財經信任台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會